Hello 大家好 我是雨晨 我昨天去拔了一颗智齿 我希望不要对我今天的说话有影响 其实这次拔牙的体验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也是我这么多年以来 消除我内心恐惧心理的一个尝试 大概只需要花了5分钟 他就给我把牙拔掉 然后最后付账单的时候 我记得是400多加币 然后保险爆掉之后 我自己花了60加币 但是当然医生和诊所 我本身还是会获得这整个400多的费用 那也就是说 简单的计算吧 我们刨去所有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不说 那医生坐到我旁边大概花了5到8分钟 就拔掉一颗牙 然后收入400多刀 那这样的收入其实是非常非常客观了 在加拿大 那所以呢 如果你还年轻 那也可以关掉这个视频 然后去认真读书 然后去考一名牙医或者是医生 那你一定会在将来有一个非常不错的收入 当然假如你跟我一样啊 已经晚了 那我希望这个视频也能帮到你 Anyway 我们言归正传 其实有关于一个全职摄影师在加拿大的收入情况是怎么样 该如何去赚钱 其实是困扰很多朋友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 其实我在做视频这段过程中呢 也的确有人来咨询到我这个问题 说啊玉成那这些拍摄这些不同类型的拍摄 你该怎么样去选择走哪一条路比较合适 那其实我自己呢今天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么多年以来走过的这些路 以及我拍摄过的哪些类型是我建议大家可以去尝试的 那我首先要明确一点的是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状元狼 那你千万不要用这种行业的天花板或者一些比较特殊的偶发性出现的这种情况来跟我今天抬杠啊 那我会根据我个人的情况以及对我对这个市场的了解去给你一个尽可能是可实现的 而且可操作的一个计划 那包括啊对于我而言我所接触过的领域我所收取的费用也是针对于一个啊级别来讲的 那总有更高和更低那我们就不去过多的去探讨这些问题 今天呢我们就讲的更啊popular一点或者更主流一些的这种内容吧 那先说说我自己我相信每个人都想展现的是自己光鲜亮丽的一面啊 但是其实作为一个职业而言你一定会有一个刚入门和一个自己摸爬滚打的过程 那我拍摄过房子汽车啊人像婚礼商业短片广告短片电影短片等等等等 那这一切都是我一步一步自己走过来的 其实在过程中呢我相信很多人跟我都是有非常类似的经历的啊 包括我身边一些啊很熟实的摄影师朋友们 其实大家都有着很相似的经历那我们为什么都会有着相同的经历呢 那这些拍摄和这些工作是不是能够带给你一个足够的日常开销生活以及你的花费呢 那我现在就要跟大家讲的就是比较popular的三个 也就是汽车房屋以及人像婚礼吧 我们把这两个放在一起 我们先说说汽车 这也是我一开始毕业第一份接触过有关于摄影方面的工作 再早一点呢我在电视台工作过一段时间 那但是那时候是实习 后来呢我个人不是很喜欢那种做班的那种状态吧 我觉得既然我会摄影 那我为什么不去尝试一下去找一份摄影的工作 那时候有一个公司 他是专门给所有的汽车dealerships去拍车的照片的 那每一个车可能dealership都要拍有新车有旧车 那这样子拍车完的照片以及视频啊 有的时候还会拍到视频 他都会放在网站上 这样子客人在网上浏览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实车的照片和视频 那这样子每一个车他会给你一个固定的费用 那这样子呢一般来讲我一天大约都能赚到 100到300之间吧取决于今天去了几个车行拍摄了多少辆车 那我其实呢觉得这是一个相对枯燥的工作 但是呢他也锻炼了我对于一个工作的态度 而且呢这份工作他也是一种多劳多得的状态 那比如说我在有一次吧有一年夏天的时候 我记得我一天拍摄了将近50多辆汽车 那一天我大概赚了将近有1000刀 所以对于我当时而言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菲的一个收入了 因为在多伦多或者在加拿大很多人工作的话 一天的收入大概在100到200之间 入门几啊不要跟我说那些天花板 所以我觉得虽然非常非常辛苦 当天我回家基本上是瘫倒在床上的一个状态 完全不能再做任何其他事 但是一天有着将近1000块钱的收入也是让我一个非常非常欣慰的一个事吧 因为我觉得啊我的摄影的能力可以换来这样的价值 可以赚取这么多的钱啊 用来继续支持我的生活 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我也非常推荐给大家 因为像北美这边有很多的车行也罢 平台也罢 他都会招这样的摄影师 OK那第二个呢就是更常见的就是房屋了 real estate就是在北美和加拿大 甚至是国外很多其他国家应该都会有类似的这种拍摄 那就是说在一个房子出售之前呢 一般来讲经济都会找一个摄影师去拍摄这个房子的状态 不管这个房子他是布置过还是没有布置过 总之他会选择用一个摄影师来拍摄整套房子内部的状态和外部的结构 那这样子放在网站上呢你就会有一个相比于其他非专业 或者甚至是有些人用手机拍摄的房子 你的房子就会更加的抢眼 也会吸引到更多的客人来看你的房子 那所以这个其实是在北美而言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摄影工作类型吧 而且基本上需求量也是持续在上升啊 并没有降低 甚至是现在有出现了更多的360式的拍摄 房屋的全景等等等等等等 都是有关于摄影方面 那其实你掌握了初期的拍摄视频的拍摄 你都可以向着这些领域继续去发展啊 纵向发展 那你拍摄照片基本上来讲你需要一台相机 需要一个广角镜头 需要一个三脚架 这是最最最最基本的 那一般来讲我们拍摄房子的费用呢 都在100到300之间 那也取决于房子的大小区 照片的数量等等等等等等 这也是一个摄影师入行去获得一个赚钱方式的选择之一吧 最主要的选择之一 那第三个呢就是人像或者是婚礼吧 我们把这个地方先放在一块 因为其实人像是一个相对简单的事情 婚礼呢是一个综合性的 相对要复杂一点 那我的婚礼方面的积累呢 其实非常非常早 在我在加拿大读书的时候 我就已经开始去联系一些当地的婚纱影楼 或者说咱们叫studio去做一些助理的工作 甚至有的时候做到第二摄影 等到我快毕业的时候 大概我已经拍摄过十几二十场婚礼了吧 那后期呢 我也是以婚礼作为我一个主要业务去经营的 为什么婚礼呢 相对前面的汽车和房地产要相对的复杂和难度高呢 因为婚礼它的综合性是非常非常大的 它里面不光是人像甚至是有近物 还有一些你跟人物沟通的技巧 跟客人沟通的技巧 包括一些对摄影师的基础水平 或者说硬性操作水平的一些要求啊 比如说能快速的调整相机的参数 比如说能够快速的应对这个发生的突发情况 那尤其是在针对不同的民族文化宗教等等 你要了解他们的婚礼的流程 你要了解他们文化中一些忌讳的和偏好的东西 那这些东西都是需要大量的时间和实践 去积累下来的 但是呢我们还是说到最基本的一个概念 拍摄一个婚礼 那大概你的收入多少钱 那在多伦多这个地区呢 从小婚礼到非常大的婚礼 我都有接触 小的婚礼呢小到市政厅的City Hall的结婚 那大概就是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拍摄一些照片或者视频 那这样的费用呢大概是在500到600之间 也许有些人说的更高 有些人说的更低 但是我说的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费用 那大型的婚礼一天有的收费在5000到8000之间 那甚至有些人说的更高 我们就先不去聊那些东西 那5000到8000加币一天 是不是大家听起来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收入 非常多了 但是实际上你要理解在这个级别的婚礼 一般来讲你至少需要4到5个人去拍摄和完成这项婚礼 两三个摄影师 两三个摄像师 甚至还有一个助理等等等等 那这样子大家实际上都要同心协力共同去完成这个婚礼 那在这里面每一个人的价值都很重要 每个人的工作的压力也非常之大 所以实际上就像我刚才说的 入门的婚礼假如是小婚礼的话 1000块钱左右其实也是类似的一个收入 其实一般来讲在加拿大呢 我们会认为摄影师的价值更高 而不是通过时间或者其他方式 或者是仅仅是因为你的婚礼排场很大而收更多的钱 那除此之外呢 关于婚礼这块呢 我也想多说两句 最主要的就是如果你的经验和技术不到 千万不要去试图欺骗你的客人 或者说是隐瞒你自己的一些不足 去强行的做你做不了的事情 因为婚礼对于每一个人而言 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的节点 也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之一 所以如果没有金刚钻 就不要懒此起火 搞砸了别人的婚礼 真的是一个非常难以收拾的局面 那刚才我们还说到了商业宣传 商业广告电影短片等等等等 那这一些呢我就留到以后吧 假如大家非常有兴趣的话 可以留言给我 如果点赞的人够多 或者是问这个问题的人够多的话 我会之后再做一期视频 为大家慢慢细细的讲解这些东西 OK那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 稍微来总结一下 首先呢第一个拍摄的类型就是汽车 汽车也是我个人比较推荐的一个入门选择 假如你是刚开始接触摄影 然后又希望能够使用你的相机 在你有空的时间去赚一些钱的话 我觉得可以去尝试拍摄汽车 那第二点呢就是房地产类型的拍摄 房地产类型的拍摄的确有一点点门槛 一般来讲呢这些公司或者说是拍摄的平台 可能都会要求你发一些自己的作品给他们看 觉得哎我都没有拍摄过这类型的东西 我怎么样子去有这样的portfolio 实际上呢你可以拍摄自己家 可以拍摄你朋友家 你总会有一个机会 一两个机会去找到一个人 他有自己的屋子 甚至是租的屋子也无所谓 甚至你租个Airbnb都可以去拍摄它 然后呢把它作为你的portfolio 那第三点呢就是我刚才说的人像或者婚礼吧 人像和婚礼就相对于前面两种要难度更高一点 你肯定是需要有自己的非常丰富的经验和portfolio 去呈现给你的客人 或者呈现给这些photography studio 去给他们看 让他们认可你的工作 他们才会选择让你去拍摄 那还是刚才那个建议 那你如何去获得这些照片 或者如何去拥有这样的机会呢 那我个人的建议就是从身边的朋友开始 从你最熟悉的人开始 你可以约他们去拍摄一些人像照片 甚至是自己花一些钱租一些婚纱 或者西服去找一对 或者是找两个非常上进的朋友去拍摄一些这样的照片 那同时呢也不要说拒绝任何有可能的机会 你可以去选择一些婚礼studio做助手 甚至从最基本的开始做 那你这样子总会在过程中有机会去拍摄一些照片 OK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希望我的分享呢能够帮助到你加注尼业 希望用自己的相机去开展你自己的事业 那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留言给我 我会尽可能的去帮助你们 那我自己的分享呢也是通过我个人的经验而来 其实呢摄影这个领域是非常广泛的 有很多很多的方式 其实是我自己都不知道的 那都可以成为你的一个机会 实际上时间慢慢过去 你自己的积累才是最最最重要的 OK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的话 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点开下面的小铃铛 我是雨晨 我们下期再见 Peace